长时间塞在耳朵的棉絮被拔了出来,嗡的一声,各种声音占据了李火旺的耳朵。 隔壁客房的说话声,窗户外的吆喝声,甚至连自己的心跳声都无比地清晰跟巨大。 李火旺痛苦地闭上眼睛强忍着分辨其中的声音,终于花费了衣柱香的功夫。 他总算是在这些声音的混杂中,听到了那黑太岁那特有的断断续续的声音。 我跟你说话呢,你听得见吗? 在嘈杂的声音中,李火旺扯着嗓子大声嘶喊着。 很快,黑太岁回应了,他回应的不是恐怖的呢喃,以及各种阴暗陌生的语言,依然是一些并不怎么关联的简单词字。 口天,吴,你到底在说什么?能不能听懂我说话?我死了你也活不了,咱们聊聊吧。 这东西都能随意地从自己鼻子里还有喉咙里钻出来,放任不管肯定是不行的,必须要想办法解决。 他本来是想跟着东西谈判来着,不管他的目的是什么,都可以商量着来。 可现实并不会按照李火旺的套路来,面对他的提问,黑太岁依然用着那些简单字音来回应。 听到这些过于简单的单字音,以至于李火旺觉得跟自己交谈的是一位牙牙学语的孩童。 孩童?孩童? 李火旺忽然间想来了什么,他从床上爬了起来叫店小二拿来文房四宝,开始忍着耳边那越发嘈杂的声音,把黑太岁的话记录下来。 口目、水、火、田、文。 一个一个的笔画,简单的字被写在了纸上,看着这顺序,还有这熟悉的字,李火旺的眼中露出一丝了然。 我说他嘴里的话怎么这么耳熟,原来这家伙说的所有的话,都是我之前交给吕秀才的。 这一下真相大白了,这也是为什么,黑太岁总说这些发音简单的词,因为他只会这个。 他只是趁着自己交秀才的时候,碰巧学到了一些罢了。 黑太岁压根不理解这些字的含义,他唯一做的就是不断地重复罢了。 这黑太岁连话都不会说,我该怎么跟他交流呢? 重新把棉絮塞进耳洞里的李火旺背着手在屋内徘徊了很久,李火旺想过各种办法,可最终都被自己否决了。 他现在在自己肚子里,为了压制幻觉,敢肯定是赶不走了,想要解决这个麻烦只能想别的办法。 最终想了想去,李火旺发现自己只能用笨办法,那就是焦黑太岁认字说话。 学会了说话后,就能跟他沟通,上次跟作旺道的交战,他起到的出其不意的效果。 只要能沟通好,说不定这东西也能当一个暗器使用。 想要教会一滩触手说话,李火旺不知道要多久,但是可以肯定是这并不短,所以才是笨办法。 行吧,要焦就焦吧,总比没有办法好。 李火旺挣扎地坐下来,重新拿起一张辣黄色的宣纸铺开。 想要教导黑太岁说话,李火旺明白这个并非一朝一夕之事,所以可以慢慢来。 相比这个,他还有其他更重要的事情,那就是去大头娃娃那拿报酬,这是自己在兼天司街的第一个活。 感觉到伤好了大半,李火旺便让其他人收拾收拾,开始赶路。 这一次任凭谁劝都不顶用。 白领秒跟他争执了一番,最后李火旺后退一步,买了一辆马车, 自己路上的这段时间,只在马车上躺着。 经过路上的长途跋涉,等李火旺重新来到那一场繁华热闹的银铃城, 他胸口的伤已经全部愈合了。 不过那失去的眼睛,以及腰间的两根肋骨并没有长好。 不知道为什么,相比皮肉指甲,骨骼还有眼珠子生长得非常的慢。 李师兄,按图上画的,咱们未必要进城,走这条小路更快些, 吕班主走一地唱一地的,兴许还没咱们快呢。 站在银铃城城门口的狗娃向着李火旺提着自己的建议。 少废话,进城,还是之前那家客栈,去订客房。 李火旺当然不会告诉他这个大嘴巴,自己是来跟奸天司领报仇的。 自己之前千辛万苦地折腾,不就是为了这一目的吗? 李火旺本来觉得,如果对方不来,他就多住几晚, 不过很显然整个银铃城内满是他的眼睛。 当天晚上二更天,李火旺来到马厩的时候, 那大头娃娃已经手里提着一个黄布袋坐在马料上等了。 没等李火旺开口说话,大头娃娃一个翻身从马料上跳下, 来到他的面前,那语气相比之前明显缓和了很多。 呵呵,真没看出来,你小子还真有两下子, 甘园村的事情干得很漂亮,居然没死一个人。 听到这话,李火旺那颗悬着的心总算是落下来了, 考验过了,自己总算是正式成功加入奸天司了。 哪里哪里,在下只是运气好罢了。 哎,那运气好也是一种本事啊, 你小子就不要妄自菲薄了。 对了,没受伤吧,要是受伤不管内伤还是外伤, 室内都有人帮你医好。 看到李火旺摇头,那大头娃娃抓住自己头上的娃娃头罩用手一摘, 直接就拿了下来。 李火旺发现,大头娃娃的头罩下面居然是一张异常和善的妇态面孔, 那绿豆大的眼睛眨巴眨巴得很是逗人。 这位笑咪咪的胖中年人,双手合拢,向着李火旺拱了拱手, 脸上堆出一张笑脸来。 实在对不住了,可没试过伸手还有摸清底细, 我还真不敢把你往私里面拉。 他伸手从袖口中掏了掏, 五颗被黄色浮露包裹的杨寿丹被他掏了出来。 那,这是之前你给我的,我现在还给你。 前辈这是干什么?既然东西送出去了,哪有往回拿的道理? 李火旺伸手就要推回去。 你拿着,你先拿着,然后听我说。 那人把杨寿丹映射进李火旺手中, 再缓缓说道,你也晓得,你是我拉进来的, 所以,万一你将来出了什么事情, 我可是要吃挂落的,这就相当于保单了。 不过你真心想要加入尖天司, 那这保单就不用了。 你说是吧? 这胖男人笑咪咪地说着, 实在让人不忍心拒绝。 我吃长几岁,父姓拓拔, 名单轻,儿久贤弟, 如果不嫌弃,你可以称呼我拓拔兄。 这是别人第一次善意地告诉了李火旺, 自己的姓,这明显代表着什么。 李火旺顿时有些动容地向着他行了一个礼, 多谢拓拔兄了。 哎,这可就算我对你的贺礼了, 以后大家就是一家人了, 诸儿久兄弟前程似锦。 看着面前手中那颗杨寿丹, 李火旺心中顿时感觉到一暖, 他不在乎这一颗杨寿丹, 而是在乎对方的态度。 自从自己从清风关内钻出来后, 除了那死去的失态外, 其他人对自己不是打就是杀, 每个人都想谋害自己, 没有一刻消停过。 李火旺不是矛头小子, 他当然知道对方这样子, 八成是装出来的, 可这么长时间, 哪怕就是装出来的, 善意他都没享受过。 拓跋丹轻手一伸, 拉着李火旺就向着马厩外面走去。 来来来, 贤弟, 这里不是说话的地方, 咱们换舒坦一点的地方。